去干别的局就很好玩 我们争取全员晋级 全员晋级 那这样挺好 他既然是排名最弱的 他就跟排名最强的人干 接下来将由经理人肖敬腾 抽取代表四个赛区颜色的万代 来 let's go 我特别希望肖敬腾可以 抽到我黄色的万代 我是兴得比较急 想早点干 早点散 西部 西部赛区 将成为第一支出战区域 西部区域 你们想跟哪一个区域的朋友对战 北部 北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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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单挑以前可能是番哥的时代 现在刚该换一下了 单挑从来不是我的时代 从我打篮球的那一天起 我就不是打单挑的 但是你要跟我打我也OK 我们对番哥的这个投篮还是挺信任的 他投篮是很邪门的一件事 我看过他的作品 我记得他就是出手蛮准的 所以我就先支持他 陈泽文陆阳王的总冠军 陈泽文是这个大多人王四十五冠 个人能力非常好的 他中头这个翻身跳投 一般人真防不了的 陈泽文技术都非常精湛 我觉得他应该百分之一百能获胜吧 三个球 进球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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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赛区的主理人陈泽文 对北部赛区的主理人曹芳 我们各自矮的一方先获得球权 陈泽文 看看给出怎样的回应 三个球 进球换发 陈泽文说这个单挑 一直不是我的强项 但上来就中 曹芳 不过一只曹芳 话别说太满 但上来就是给你个下马威 你奈我何 给陈泽文干懵 陈泽文 看看给出怎样的回应 试探布 启动 突右侧 对抗快速完成两分回应 陈泽文 看看给出怎样的回应 这太难防了 这个有点容易 有点容易 黑色的一方陈泽文 拿到过四十一个单挑比赛的冠军 而曹芳的冠军可不只是单挑 他更多来自于拳掌和街头 更多三对三的比赛 五对五的比赛 曹芳 标志性的三分拔洗 现在一比一 来支持陈泽文的给点声音 给点尖叫声 启动 右侧 对抗之后还是同一个路线 这次曹芳给到很好的对抗 支持果子哥的在哪 换到曹芳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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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远都敢投 轮到陈泽文 不断的试探布 还是右侧 还是同一个方式 来自单挑冠军的自信 陈泽文 相信自己的右侧突破的技术 扛住曹芳 右手上篮打中 追平比分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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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加法 球权交换 2比2 谁先收掉比赛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人家没有让曹芳直接出手 还在 还在 继续 变向 对抗住 再拉回来到右手 好 BANGAL 那是BANGAL 超过 那是OG 和赢了 有赛道 这个球真的高难度 这个球真的高难度 这波出来炸裂 OG越来越是OG 曹芳说两句吧 虽然时代的进步 但是属于我们的时代还在 就像领导球一样 又被他装到了 陈泽文是一名实力非常强劲 非常非常强劲的选手 碰上这样一个选手 其实也非常来之不易 我觉得面对比自己稍微强一点球员 我觉得会让我更兴奋 因为我特别喜欢宜若盛强那种感觉 我输了比赛 心里就是比较自责吧 没有为团队就是争取一个主动的 选择的机会 对 大家好 我是灌篮加油 关汪聪 现在因为曹芳在1位1当中的获胜意味着 不仅待会北部赛区可以率先去挑选 你们要对这哪个场牌 而且在我们这就是灌篮第5季的两位教练当中 你可以优先选择一位 作为你们赛区的助力教练 而这就是灌篮来到第5季 这一季我们邀请到的是哪两位教练呢 下面让我们有请最年轻的 CBA冠军总教头杨明 NBA CBA双料冠军获得者 前国家男篮主力球员 孙悦 好 那走跟人走啊 看到了 真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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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 greet 带着辽军队拿了好几个冠军